中国大陆的颇阳湖斜山岛出现了这种一半树林一半雪山的情景 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从高空鸟看颇阳湖斜山岛一侧是翠绿树林 另一侧则是一片雪白乍看像是雪山 其实内藏玄机 原来每年冬天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飞来颇阳湖斜山岛过冬 因为岛屿西面除了码头跟登山步道还有人居住 候鸟就选在人烟寒至气候较为温暖的东南面栖息 大批候鸟站住岛上便便把树林峭壁都染成白色 使得小岛看起来宛如一座雪山 另外还有居民观察到今年卢磁数量特别多 那人不禁想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娘变多树林峭壁也变得更加雪白 其实邪山岛原名为大孤山 传说她是仙女落入湖中的绣花鞋 因此又被叫做邪山岛 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现在又因为候鸟迁徙过冬 形成一半树林一半雪山的奇特景观 更添话题 文所币